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很有名的台灣的另外一個景象 就是夜市 對 夜市 那個影片不是很清楚 它真的是萬頭磚洞 然後有瓦針啊 豬血湯啊 而且我們今天吃 我真的要很感激 今天台下會在國家準備的晚餐 我個人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因為好好吃 我剛剛 其實我表演前通常是不太吃東西的 因為有壓力 可是我剛剛整盤都吃光了 我看好處 對 就是像這些台灣小吃 就是會讓人就是永遠都沒有辦法忘記 然後吃到的時候就很有家鄉的感覺 真的非常非常棒 那夜市小吃呢 在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庶民文化 在那個泰陽每次下山之後呢 你就看到街頭巷圍啊 不管是大城市啊 或是小城鎮 然後就會開始根果通明 然後動作可以開始買到這種 像夜市的這些小吃啊 好吃的食物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一首歌叫 因為這個牙齊 因為這個牙齊實在是台灣太知名的一項選 正經你寫過一首歌叫 小牙齊 他從面兩句話就是 就是 好 他就是這樣 本來去 來去小牙齊 就是這樣子 他是開口是這樣 然後非常非常輕快 那其實呢 夜市對大家來說呢 現在除了就是台灣人本來就很愛出之外 也變成了台灣非常非常有名的觀光景點 然後像我 我有上去看啊 像那個交通局 他們通常都會有一些調查報告 然後現在最常去觀光客最常去的景點 第一名已經是夜市了 所以呢 對觀光客來說 夜市是一定要去的 甚至勝過故宮啊 台北地零利啊這些景點這樣 對然後所以呢 嗯 這是夜市的部分呢 那像其實呢 另外一項小吃呢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 叫做剉鞭 好剉鞭 剉鞭其實 跟珍珠奶茶 在台灣一樣就是 非常毒素一格的一個特色美食 那剉鞭呢 我們來講一下 最早剉鞭是哪裡來的 是面具時代留下來的 然後現在這個 這個圖呢 其實大家看不太清楚 這一家是在高雄的一家冰店 他創建的年賽是1945年 所以非常非常多 現在還在 對他現在還在 那當初呢 這個 就是面具時代留下來的這個冰品呢 他是一種老式的清冰 然後在北部稱為雪白冰 然後南部稱為香蕉冰 然後是在 他是在土費的開水裡面 加入白砂糖啊 還有一些香蕉也讓他甜甜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香蕉冰的土 就這樣子白白的 可是吃起來就甜甜的 然後很好吃這樣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像剉鞭呢 就是因為後來的花樣越來越多 也有點受到日式的冰品的影響 因為日本他們喜歡把 一些像抹茶紅豆啊 一些料放進去 所以台灣的 開始剉鞭也越來越多特色 大家看得到嗎 這一碗呢 只是我在紐約的時候吃的剉鞭 這麼大一盤 就這樣 所以比我的臉 單我臉的兩倍大 然後那個 料大概一隻 大概有超過十種 然後什麼藕泥啊 紅豆 什麼蔥都有這樣 然後呢 接下來除了這種傳統 比較像八寶菁啊 紅豆菁之類的東西之外 還有 有七年來非常流行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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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 前幾年呢 在台北有康街流行的芒果冰 然後後來呢 自從開始 他把聲音做大之後呢 幾乎每一個夜市都開始賣 芒果冰啊 草莓冰啊 奇異果 然後呢 每一盤都非常的貴喔 可是真的 聲音好到不行 所以現在剉鞭的那個 樣式也越來越多 那我現在 接下來要為大家介紹的這首歌呢 叫做《台灣內角》 那這首歌的作曲 則是我很清場的一個台灣的創作歌手 叫陳明章 那這首歌是他在1994年創作的 那其實台語歌呢 除了早行的流行歌之外 很長一段時間都受到日本歌的影響 其實沒有什麼台灣自己創作的歌曲 非常可惜 那從1980年之後呢 因為風氣比較開放 然後很多很多的創作歌手呢 他們希望為台灣 就是發聲 所以他們呢 開始寫了很多很多新的 新的一些台語歌 那陳明章就是其中一位 然後他不代的創作呢 而且他的主題 常常都是圍繞著一些 改命人於生活呢 甚至就是諷刺政府啊 甚至還完全就是 會被列入黑名章的這種 創作歌手 可是他的情侶都非常非常好聽 那我們現在 這邊有影像是只有音樂 那我們來欣賞一下這個台灣的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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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